就是联合国的决议被中朝贸易所抵消 然后中美要联合解决朝鲜的共识 被俄罗斯背后通刀子所抵消 然后美国动武的选项 被中国两国所谓干预所抵消 在这样的情况 金正恩有他的活动舞台 中国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 一方面给了他进贡 但是他不能停止进贡 最后他本来以为拿朝鲜来向美国叫板 最后是把双人舰倒过来威胁了中国 现在北京当局对朝鲜政策来说 可以七湖南下进退两难